每个人都在为超越自我而奋斗 展示真实的自己 我们会为独一无二的你点赞 在这个舞台 你将看到令你惊喜的表演 我怎么感觉纳维跟背了一袋面似的 相信梦想 相信奇迹 只要你行 我们会 给你一个赞 为你点赞 公众准备啊 五四三二一走 大家好 蒙古宝乡 辽阔操场 风绿绿亮 鸟轻轻烫 天边夕日 阴阳凉 传说满上岗 一山脚下 星驰声望 八队有凉 祖先回响 五彩下光 云辉煌 苍狼小四方 有只昏黄 天真飞翔 把雪飘过 在白方山上 它的下光 飞有天堂 天然是 大队怎么飞下 风黄飞 飞呀飞 月亮陪 彩云追 歌声梅 流星飞 那是 美得那 风沉醉 歌声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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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 歌声梅 iren 氏 四方 有只疯狂 真是飞翔 半雪飘过 色的天沙上 开的下光 飞了天堂 天然是蓝蓝 自然飞翔 疯狂飞 飞呀飞 月亮陪 海云追 歌声美 有心飞 美的难 红尘醉 风光飞 飞呀飞 月亮陪 海云追 歌声美 有心飞 美的难 红尘醉 美的难 红尘醉 欢迎收看 由河南 浩华俊华集团 独家冠名 黄明太阳能 特约播映的 阳光大道特别节目 为你点赞 俊华 新五酸 复合肥 增值 中国疗 黄明太阳能 一切皆可太阳能 在这个舞台上 即将迎来来自全国各地的城乡职业大人和才艺高人 来争取2015年全国农民工春节大联欢回家过年的录制机会 为你们加油 为你们点赞 首先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三位评委老师 他们是著名表演艺术家 柏林 比赛越来越精彩 节目也越来越好看 我作为评委之一 郑重地向大家承诺 一定要保持公平公正公开 把我们最好的选手 选出来献给我们广大的农民工 好 欢迎柏林老师 第二位评委是我们的蒙古族之花 著名歌手乌兰图雅 大家好 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会保证公开公平公正的这个态度 把我们最优秀的选手 送到我们全国的观众朋友面前 好 欢迎乌兰图雅 第三位评委老师呢 是我们阳光大的老朋友 著名主持人 纳威 作为评媒 我在这里保证 比赛之前我没有跟任何选手 进行过任何的沟通 没有收入过他们的任何贿赂 我也不了解他们 我凭他们现场的表现 投出我这一票 我一定公平 公正 好 欢迎那位 也欢迎我们三位评委老师 接下来呢 为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的比拼规则 全国各地的城乡职业达人 和才艺高人 登台亮相 进行才艺展示 由三位评委老师呢 进行点赞 获得票数最高的 几位我们本场的优胜者 如果最后的结局呢 出现多位选手相同票数 则由三位评委老师呢 最后合一 产生他们心目当中的 最佳优胜者 有请第一位选手 感谢观看 走过了春和秋 都在阳光路上 花儿用笑脸告诉我 天空好晴朗 多少追梦的声音 奔跑着拥抱希望 一路同行的人们 心中暖洋洋洋 中不少 绝绝不得了 可雪花真为和谐的中国 祈禀方向 走过了风和雨 走在阳光路上 各自用手印告诉我 心不在前方 战一幅盛世花卷 越近流撞的辉煌 奔进渡好的神州 前途多团团 有了路上 既然不利用 科学发展为和谐的中国 云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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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 各位观众好 各位评委老师好 我叫王柯 来自湖北襄阳 现在在北京市 淮游区阳宋镇 张子口尊 做一名大学生村官 真好 一看就是受过高等教育 现在做村官了 为什么这么选择 因为在大学毕业以后 就是难免有一些好高骛远 但是农村呢 是最锻炼人 最接地气 也是最踏实的地方 而且我认为农村是 最需要大学生村官 去服务老百姓的 说得好 喜欢唱歌吗 喜欢 我还会唱一个 意大利艺术歌曲 大家要不要听 当然要听 来 我唱一首紫罗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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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唱得太好了 我们一句都没听懂 虽然没听懂 但是很好听 这首歌实在出乎我意料 第一首歌我们挺熟悉的 现在大家都挺喜欢唱的 阳光路上 是一个华尔兹三拍子 很大气磅礴的一个歌 但是你唱得稍微有点紧 你像阳光路上 像是走阳城小道一样 作为节目来讲的话 肯定是很难得到赞的 但是呢我想呢 这个晚会呢 如果您作为村官代表的话 应该是当之无愧 应该来到晚会的现场 给你一个赞 谢谢老师 我赞同那位老师的一个建议 给你一个赞 谢谢老师 两个赞了 那我再通过就满票了 我感觉唱得很好 还有一些不足 尤其那阳光路上表现的 还不够完整 我这保留一个赞 那么谢谢给你两个赞 谢谢老师 我们大学生村官 能为中国的新农村建设 做出自己的力量 奉献自己的力量 然后献出自己的青春 我觉得就是看着 中国的农村越来越好 我自己非常就是有成就感 好有请下一位选手登场 谢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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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叫李宗盛 我叫宋文玉 我今年22岁 平老师们好 大家好 我叫陈璐 我今年26岁 我来自山东合泽赛县 谢谢大家 在山东 你看山东老乡给你多热情的掌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表演得很精彩 也很流畅 你看不时地在观众席中 爆发着不断地掌声 俩儿是在一起多久了 我们在一起搭档三年多了 那我想替纳维老师问一句 你们俩什么关系 我们俩就是搭档关系 对 因为之前我是和老婆搭档杂技的 和老婆也是表演这样的节目 对 因为我老婆怀孕了 对 所以说我们在一起了 搭档 怀孕了 那你怎么可以找纳维啊 嫂子没有看过我们在现场演出 然后我们特意把嫂子叫过来了 妻子也在现场 妻子上海 我想听听这个前任 不是前任 以前搭档的 你看过之后有什么感想 特别高兴 特别激动 这个前一段 你大家都不知道 纳维和乌兰图亚 一直在练这个项目 就因为彼此家里不信任 他始终没练成 主要是乌兰图亚 这个体重太沉了 要不要那个 让奈纳老师过来体验一下 我们当杂技这个底座 纳维老师 对 您来康康 谢谢 来 没事 这段不让那个弟妹看 他没八十多点 我们一步一步来 然后让我搭档扶着我 好吧 然后让我搭档扶着我 好吧 你来自韩国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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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花索了自满 与你相会在上海 你千万别见外 老师你转一圈 转一圈 一样也能有真爱 那都是你也撒开老师 我怎么感觉纳维跟背了一袋面似的 来谈谈感受 我成吗 好了 游戏规则是公平的 现在该轮到我了 你准备好 你别害怕 叔叔才200斤 你愿意挑战 那个我就能挑战上面的人 你背过生猪吗 你见过猪站起来吗 没有是吧 你想看吗 你想讨厌 说实话 这个我的感受 虽然很轻 但是它又要着力 所以呢 在我的这个锁骨这个地方 还是有一定的压力的 而且我这个近视眼 我这个向来一看呢 我发现啊 你现在多远点 他们俩特别有福气象 特别有福气象 特别的好 真的真的 谢谢 而且呢也非常的漂亮 所以你很有福气啊 谢谢老师 你还单身呢吧 需要找一个什么样的 叔叔给你介绍一下 我现在不想找 有没有喜欢他的请举手 好 现在上来把他扛走 都归你了 这个最后问一位 你孩子起名字了吗 没有 还没有 你贵姓 陈 耳东陈 陈 耳东陈 男孩女孩 还不知道 还不知道呢 你稍等 我给你看一下 这是鸡面 这个 是个孩子 是个孩子 陈托 陈青 陈奸 算了 别搅和了 那个小妹妹 没事 你没搭档了 你就和大V搭档 你看他俩有福气象 你俩在一块有祖孙象 赶紧点赞 来 我先表态啊 这个 看着的美 体验了觉得非常的不容易 而且呢 这个舞台上有四口人 为你们四个 点赞 谢谢老师 还有那个 我还想对我们未来的宝宝 穿一首歌 对对 虽然我不是转一歌手 我想表达一下我的那个 表达一下我的感情 来吧 真的 来吧 寻找那一失踪的彩虹 抓住瞬间失踪的流星 我要飞到无界的箭头 寻找传说依旧的学人 还要用尽我一切办法 让他学会念你的名字 啦啦啦呼啦啦 啦呼啦啦 让他学会念你的名字 啦啦呼啦啦 啦呼啦啦 最后还要平安 回来回来 告诉你那一切 请请我的宝贝 谢谢大家 谢谢 哇 你哭什么小妹妹 其实我 我能感觉到所有杂地 父母都不容易 真的 来吧 图雅 你来表一下态度 这个罪队组合 一阴一阳 给我们带来这种 刚柔并进这种美 所以也是比较完整的 这个呈现出 给我们观众朋友们 所以我为你们的节目 和为你们的爱情 还为你们未来的宝宝 即将诞生 而给你们一个赞 谢谢 谢谢 欣赏了 艺术很强的节目 又听了你们的 动人故事 还有这小妹妹 你看她作为一个 后来的搭档 刚才那位一直说 让我给你们起个名字 姓陈 因为你俩是山东人 对不对 我们这个地方 太阳能 对不对 你们这个职业 我感觉有个名字 叫陈东阳 又是山东人 太阳 用你们俩的心血 又拖起了一个 东方的太阳 可以点赞 为你点赞 下节精彩继续 一日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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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期在做 朱志文的那个节目 录制的过程当中 突然间你冲上来了 最后他收你为徒了没有啊 我收了 精彩不容错过 好了朋友们 现在您收看的是由 河南浩华俊华集团 独家冠名播出的 阳光大道特别节目 为你点赞 俊华 鲜苦酸复合肥 增值中国了 来 有请下一位选手 叙连 不悔 接近赞 窗窣 爱不爱说不及的 送给点消息 送给点消息 冬处一喜 青年人 光阔的天地 起来飘落我不走 旋定再去 旋定再去 毕丧丝当风吹 今夜雨 破雪满来 走两一匹 可不有雨来吗 你何时可以让我睡觉 三位评委老师好 我是来自山东 我叫冯烈 山东人 为什么这么喜欢河南玉居啊 从小的时候吧 就在家里 经常就是浓税嘛 比较穷 平常就在家 喜欢听音乐 喜欢唱歌和喜欢唱乐剧 那位老师还记得我吗 我记得你 你一上来我就盯着你看 你就是那个 你就是那个 干让我主持的那个女孩子 对 我们在有一期在做 朱志文的那个节目 录制的过程当中 突然间你冲上来了 对对 吓我一大跳 而且当时要拜朱志文为师 对不对 对对 是不是 而且唱了一首歌 最后那个 是河南玉居也是 河南玉居 朱志文对你是赞赏有加 这我们正在录节目 小妹妹 你他铁杆粉丝是吗 这够铁的 直接冲上来讲话局 你来这干什么呀 我喜欢朱老师 喜欢他唱歌 是呢 大家都喜欢他 我是他的中式粉丝 这都是铁杆粉丝 我是几个的 对 我说不过他了 我这 那个你到底来要干什么 我是来拜师的 拜 拜师 嗯 他唱歌呢 你也会唱 要不你先跟我们唱一句 行 我唱以后 合不可以 和朱老师合唱一首 合唱再说了 你先谁女子不如男 你先来一个 好的 我唱一首歌 我唱一首歌 铁杆粉丝是吗 我唱一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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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發活改 江氏妹才能擁有這石河船 那要不相信我 求他誰上海 怎麼你寫和我 還有一河山 前世外寫和刀子他們聯絡 既然是拜師 你得問問老師同意不同意 謝謝 好 請拜師禮 你先站那兒去 我跟你說 現在就是我 咱們這個不興這一套了 不興了 但是他有心血 我有心交就行了 這就是誠心了 啊 謝謝 我聽明白了 朱之文 我明白你 我懂 懂什麼 讓他們師徒二人擁抱一下 好了好了 好了好了 好 再見再見再見 現在我準備一首歌 因為從小我有一個夢想 我比較喜歡拖鴨老師 我希望八首歌呢和圖鴨老師一塊唱 八首歌送給大家好不好 這你們倆必須得唱一個 現在好不好請觀眾朋友來點掌聲 請那位老師給我們唱一段 我不會 我只會芭蕾和雜技 那你跳過芭蕾吧 跳過芭蕾不是他的主唱 那你唱圖鴨老師的套碼幹什麼不行 我親上兩句 套碼幹 我親上兩句 我親上兩句 好 你親上 給我一片藍鐵一輪出生的太陽 給我一片綠草面向遠方 給我一隻雄鷹一個為武的憾思 給我一個套碼幹 鑽在他手上 頭髮的孩子你為我袖鑽 在這兒呢 套碼幹什麼 想起不一樣 一望無天的怨言 隨你去流浪 所有的日子下你養盡了 謝謝 謝謝我們 謝謝老師 看他的選手 其實一句我們都很熟悉 你唱得還挺好 剛開始有點太緊張了 太緊張 是 我感覺你的情緒都壓著 表演都夹著 都沒有放開 後來唱這段歌 我感覺你聲音還是有實力的 來吧 表決吧 你唱得非常地好 我這樣 我就是在你這個精神方面 給你個鼓勵 給你個讚 好不好 謝謝老師 其實這個漂亮的姑娘 她的聲音條件很好 而且她非常有爆發力 也挺高亢的聲音 她第一首歌唱的一句 她那個真假聲轉換的 還是比較自如的 所以我希望你能再加油 我感覺你現在有基礎 但是藝術表現還不是特別完整 因為我們 我們會加倍努力的 對 我相信你會努力的 這個成績好像有點遺憾 是吧 對 今天的發揮怎麼樣 覺得 不怎麼樣 有點太緊張了嗎 對 我也覺得好像沒有比彩排的時候好 對 是吧 有點緊張 為你點贊 下節精彩繼續 是三年前從高空上掉下來過 你去演漁夫老師 我演的惡霸 來搶劫美人魚 對 是 是 是 有 是 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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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是 感谢观看 让我做那个 做手术 我就坚持不做手术 就是说保守治疗 我还是能坚持以后 再重返舞台 因为这个杂技 生命力很短暂 我这项技能 生命力很短暂 就是说 我希望在短暂的时间 走入更大的舞台 用我的质量 最后一定要把这鱼放归大海 好 图牙演地主婆 没有 那有地主婆 人家就不抢占美人鱼了 我就感觉你在网子里挣扎 还可以发展 如果这个渔夫 你就按现在这种表演模式 他捕到了一条鱼 高兴坏了 结果一出来 你在这网子里拼命地挣扭扭曲 对 我再吵 我再吵 他喜欢了 完了看着你 下了以后不跟他配合 在地下也做各种动作 跟他去抗争 想重回大海 要挣托他 他心也软了 最后他掉眼泪 把你最后 做那种摇摆的动作 又回归大海了 跟这个渔夫再见 我相信会催人泪下 谢谢 谢谢福利老师的教导 我表态 我认为这个节目 挺精彩的 而且是我没见过的 还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我在这里给你点赞 谢谢福利老师 谢谢 我也给你赞 谢谢 谢谢 其实按我来讲 其实你还是 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 小小的遗憾 但是今天母亲到了 我觉得这种情感分 还有对你的 这个艺术的执着 我还是为你点赞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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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我今天站到这个舞台上 我觉得我收获很多 各位评委老师的言语 我也很喜欢 我会记在心里 谢谢 好 那么接下来呢 为大家宣布一下 本场的最终结果 那么这一场的最高票数呢 为三个赞 由两组选手获得 他们分别是 二号选手 陈璐 宋恩玉 掌声有请 四号选手 孙飞 掌声有请 好 恭喜两组选手 一个名额 留在这个舞台 会是哪组选手呢 我们把决定权 决定权 我以为后边开始演 从高空掉下来了 我以为这个评委 就已经做出决定了 究竟是哪组选手 能够留在这个舞台上呢 我们决定权呢 留给我们三位评委 进行最后的合议 给出最终的答案 那么舞台上呢 两组选手 最后一次机会 给自己拉拉票 加加油 好不好 来 我们先由 二号选手开始 特别开心来到这个舞台 我们 不确定自己 一定能再继续留在这个舞台 但是我们 真的付出了 所有的努力 然后我们 尽力了 因为我这项技能 杂技专业生命力很短暂 我希望用短暂的时间 走入更大的舞台 给观众带来一些 更唯美的视觉享受 希望大家支持我 谢谢 同样是两组这个杂技表演者 都非常的用心 在这个舞台上 所以最终的结果是 我们刚才 三个人 慎重地 进行了商议 最后 达成了 共同的意见 留下来 继续 走向 农民工春晚之路的事 四号 恭喜四号 也期待你有更多精彩的节目 能够在这个舞台上 璀璨绽放 当然我们也感谢 二号的两位选手 和我们本场的其他选手 你们确实很用心地 在这个舞台上去绽放 去奉献 那也希望以后有机会 能够再次来这个舞台表演 好吗 好 同样感谢你们 那么在这个舞台上呢 我们也欢迎 能够有越来越多的选手 你们怀山梦想 你们激情绽放 你们才华横溢 但是你们只要勇敢地 站上这个舞台 亮出你们的风采 我们就会真诚地 为大家来点赞 真诚地等待你的到来 好了 这就是本期节目 感谢大家收看 由河南 浩华俊华集团独家冠名 黄明太阳能特别播映 更多的精彩内容呢 欢迎大家登陆 我们的官方网站 农事网 以及农事网 官方微博 微信移动客户端 和央视网 进行浏览和查询 朋友们 我们下周再见 未经许网